哈囉各位觀眾我們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遊戲時光季 我是實況朱冰魚 沒錯 這是一個我們很久很久很久沒有使用的場景開箱 沒錯 我們今天在FB進行直播 那FB的慣例直播我們就是 登登 東西的開箱啦 隨意開箱系列 那今天我們要開箱的一樣是桌遊 叫星域騎航 小小一盒 不大 大概就是撲克牌的大小 然後它總共有128張牌 對 那可以看到這邊寫著 牌組建構遊戲 它是一個兩個人的牌組建構遊戲 我們先看看外包裝 這邊 這是獎項 那它現在有免費的數位版可以玩 但都是英文的 所以大家要自己斟酌一下 對 大家要斟酌一下 另外一測試它的出版公司 白巫師 拿了一些二維碼 那 我記得白巫師現在改名字了 以前 最一開始他們叫WWL 那現在真的叫WWG 就叫白巫師了 就是這幾天好像發布的 還是怎樣 不過現在這邊就是白巫師 所以我不確定 對 那 遊戲介紹大概就是這樣子 玩家是扮演兩個星際的帝國 那你們的目標呢 就是 設法在這宇宙中開闢出屬於你們的戰場 開闢出屬於你們領地 然後將你的對手給擊敗 那 遊戲支援兩個人 它就是一個兩人遊戲 那如果你有兩套以上的遊戲 根據 它的說法是 你可以把兩套以上加在一起 變成一個多人遊戲 它有額外的規則 所以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遊戲時長不長 差不多20分鐘 算是很短的 卡牌遊戲兩個遊戲算是短的了 然後再來就是 12歲以上 因為畢竟它有大量的文字 那還有一些策略思考去判斷應用 這時候注意了 好 那 講了嘛 遊戲也是兩個不同的帝國 那我們再增強同一個地盤 那這個地盤之外 我們還有四個種族會影響你 分明是機械帝國 然後人民帝國 欸 帝國皇家吧 然後這個是 我是要這個是外星人 這個我就有點忘記了 對 好啦 很簡單 小東西 我們就看一下 順便講一下 這東西 我們就先開吧 那我邊開邊講 其實這遊戲啊 我拿到的時間是還蠻早的 應該說這是一個 2015年就推出的遊戲 那2014年推出 那2015年推出了中文版 那其實推出的時候我有玩 但是我玩的是英文版的 我直接玩的是英文版 所以那時候玩的其實有 有一點點的辛苦 那現在有中文啦 現在所有的環境真的比較好 很多遊戲都有中文化 沒有中文版 沒有中文版其實也有很多前輩在做中文化 所以大家真的很幸福啊 相較於 那個上古時代 算上古嗎 就相較於我們這批剛 還算早期的玩家而言 我錄 我錄了坑多久 已經十年多了耶 其實 應該有快十年了 應該十年多了 所以現在的自由環境是相對 以前是好很多很多的 不過還是一樣啊 大家認為這只是遊戲 所以不會認真 就 對 比較 玩物嘛 對 為什麼我們打不開啊 呵 這邊有點卡住 這次怎麼割不開這一段啊 這都有它畫破它的外包裝 外包裝如果可以 我們都是盡可能保持完整啊 也不是為了在賣錢 只是 畢竟它的外包裝就是 比較好保護這一套遊戲 會比起你後續用任何方法去保護它 都還要有效 所以能留外包裝 通常我都會盡可能留著外包裝 對 登 就這樣子 那這個空間看起來 我塞完牌套它應該就炸裂了啦 對 所以我有準備一個 大卡盒 我額外準備一個大卡盒 是如果我塞完牌套 它應該可以放進這個卡盒 喔不是卡盒有點髒 然後到時候我會再做一個 類似這樣的風皮給它 有看過之前遊戲的 其實很多遊戲 我自己用卡盒裝 我就會這樣做一個風皮給它 美美的 好 來我們來打開它 那遊戲裡面很簡單就兩疊牌 兩疊牌 跟 說明書 有點晃 說明書怎麼兩個版本 我看一下喔 是 我看一下喔 為什麼有兩個版本的說明書 對啊 這是中文的啊 我想的是一個-中 可是看起來兩個都是凡中 好 好不管 反正裡面有兩 兩人對戰規則 跟 多人對戰規則 所以它內附就是多人規則了 只是 我這邊只有一套 所以我也不用看多人對戰 我就看兩人退戰吧 對 等等大家解釋一下 簡單解釋一下遊戲規則 因為 歷來我的頻道都不會太完整的介紹 因為太完整的介紹 可能還需要擺盤啊 什麼之類的 有點難 所以通常不太會介紹 來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東西 其實裡面就很簡單 128張卡 然後再加上兩份說明書 一份 兩人規則 一份多人規則這樣子 來 卡片大概分成 我記得分成四個種類吧 對 我記得分成 喔 我不止 基礎的 從基礎的行動來看 基礎的設置來看 我記得分成四個種類 對 我們先看這個第一個種類 來 這是第一類 那我講了 這是一個攻略對手的遊戲 所以啊 怎麼攻略對手呢 就是有這個 生命值 有這個生命值 遊戲每個人總共其實50點生命 那你把對手的生命打爆 你就贏了 那他的設計上 10點跟20點是正反面 5點跟1點 是正反面 所以每個人拿一拿起手會有50點 那 竟然是帝國嗎 竟然是太空題材 我們都少不了這個東西 飛船 各種飛船 吸手的過程呢 會給每個玩家偵查者號8艘 會給每個玩家偵查者號8艘 以及2艘的複蛇戰機 所以你總共會有10張牌 總共會有10張牌 這是七手卡片 那過程中呢 你可以將 除了你的複蛇戰機 你可以再買 除了偵查者號之外 欸 這是複蛇 除了偵查者號之外 你可以再買到探索者號 探索者號 探索者號就是偵查者號的加強版 就是 等等介紹一下 那剩下的這些 就是遊戲中 你可以買到的各個勢力 好 我們簡單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現在可以分成兩邊嘛 三邊 遊戲的生命值 好 起手的偵查者跟複蛇 這是起手的 以及基本的 欸 我是不是錯了什麼 對 這個 這個 起手的偵查者跟複蛇 以及基本一定會可以購入的 探索者 這兩個稍稍拆開來 你可能攤在檯面上 幫大家分類一下 拿到 好 再來 剩下來的呢 就是遊戲中 你會使用到的 算是貿易牌嗎 或者是 我所謂的行動牌 有各式各樣的行動牌 或是 飛床坦 或是我們所謂的探險卡 都可以看你怎麼去稱呼它 那這一系列的 我們所謂的 探險卡好了 講探險卡 或是 邦交卡 或是 其他勢力 好 不管 反正 你自己就是我方勢力嘛 你的 對手就是 敵方勢力嘛 那其他我們就 統成叫其他勢力好了 敵方勢力裡面呢 這類型的卡 總共分四個陣營 我剛外面已經介紹了 帝國軍 然後 聯邦軍 藍色的是 聯邦軍 看到名字我就想起來了 聯邦軍 紅色的叫旁種外星 綠色的叫旁種外星人 綠色的叫旁種外星人 我的牌掉了 哎呀 痛 撞到腳 綠色的叫旁種外星人 藍色的是 黃色的是帝國軍 重講一次 黃色的是帝國軍 藍色的是聯邦軍 藍色的是聯邦軍 綠色的叫旁種外星人 簡單來講就是有智慧的異形 簡單來講叫有智慧的異形 紅色的 這邊還有一個紅色的叫做科技帝國 如果你有看駭客任務 對就是那種 由高科技組成的文明 糟糕 我們家的科技帝國 塞不進來 可以吧 可以吧 有可以 熊 熊 好 那這些 下方的這些 我所謂的其他勢力或盟友勢力 他們呢 裡面又 可以簡單分成兩類卡片 另外一種 第一種 叫太空船隻 船艦 第二種 就叫基地啦 基地 等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拿的不夠高 第一種 叫太空船艦 不管你是戰機 或是這種 護衛艦 或是這種 護衛艦 甚至是後艦那種 巡防艦 都叫太空船艦 戰群艦 這都算 那 這隻牌呢 通常是直的 通常是直的 那 通常就是打出 使用 就丟到你的氣牌堆 然後會再回來 這樣子 那 這個 叫做 你的基地 那基地呢 有兩種 一種呢 是防守用的基地 就是你的境內的防守站點 它叫前哨基地 這種呢 就是 敵人必須要打穿它 才能再打你 因為我們講 這是一個宇宙攻防戰 所以一定要敵人打穿你的防線 才能再打你的母星 那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防線 黑色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太空防線 那 除了黑色的以外 還有另外一種 這種 白色的 艦隊總部 這種呢 就是你的星際戰 但 敵方可以繞過它 選擇不攻擊它 但它通常會給很大的能力 所以 你就要思考 欸 我要不要把它打爆 來 讓我的敵人損失這麼大的東西 就是要 玩家要衡量的 OK 所以遊戲大概分 兩類的建築 每一張卡片 有幾個方向可以介紹 我找一張 完備一點的給大家 等我一下喔 這張很完備 好來 我們一張卡片 大致可以分成幾個部分 右上角 這叫金錢 代表你需要花多少錢 才能在你的陣營裡面增加這一艘船艦 左上角 代表這艘船艦 它所屬於的勢力是什麼 像藍色的 這個圖案的 就是貿易聯邦的勢力 OK 中間是圖案 我就不多提了 下方 下方總共有 有些牌 會有三格 有些牌 只有一格 或是兩格 第一格 是這艘船艦給你什麼能力 像第一牌 這個 它 擁有 四點的 防禦能力 所以你可以派它出去擋槍 那 它同時具備四點的攻擊 你可以派它出去拆架喔 來 當你使用它的時候 或是當你使用其他牌 而且 的時候 如果 你的牌 其他牌上面 你打出的船艦裡面 一樣有聯邦艦隊的人 聯邦聯盟的人 你就可以使用中間的同盟能力 你就可以使用 我要額外抽一張牌 最下面 這個叫氣智能力 欸不對 這個等級 這個是敘述喔 這個是敘述 因為有些的這個位置是能力 我找一下 我剛看錯了 我找一下喔 有沒有下面有 有效果的 最下面那個是普遍的敘述能力 好吧 好像沒有看到 我記得有一張 還是 三個的阿 好吧 要不然就用剛剛那一張去解釋也行啦 好不好 好 好像 好像找不到那一張 我知道有一張有 但是 我現在一時間忘記那一張的名字 畢竟我玩的不多 這個遊戲我玩的不多 但是我 這張這張這張 旁種的 來 這張 痾 接下來 破壞槌 這張本身它就用來戰鬥的 它價值5點的攻擊力 如果你有對應種族的東西出來 它還在增加2點 除此之外 你可以選擇 我把這張牌捨棄 移出遊戲 它會給你3點的貿易額 就是有些牌你會多一個 第三點 就是我把這張牌 從我的牌庫 從我的整個遊戲中移除的時候 它可以獲得額外的效益 所以效果能力大概分3種 OK 大概就這樣子 那每個遊戲 每個回合大概長這樣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從你的牌 輪到你的時候 你手上會有5張牌 你可以依序執行 你的種族能力 然後 花費 打出你的手牌 使用總計上面的貿易點數 來跟場面上購買任何的東西 最後 然後 不是最後 發動下方的主要行動能力 來獲得你要的東西 去攻佔別人 應該說統計5例子 選擇你要攻佔的地方 或是星球 發出同盟能力 大概就是這樣子 發動完之後 不管你手上剩多少 把你發動的東西 除非有特別明定的要求 不然都是丟到你的氣派堆 再從你的牌庫 抽5張牌上來 一周而復 記得你的目標 直到達成你的目標 把對方給打爆為止 沒錯 遊戲就這麼簡單 它就是一個 你不弄死別人 別人就把你弄死的遊戲 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 現在有中文版 所以文字其實也不難 基本規則懂 大家 我相信大家玩起來一定都沒有什麼問題 OK啦 這就是今天要開箱的遊戲 就想這遊戲怎麼說呢 算是 它有一股魔力 其實在2015年 我第一次看到這遊戲 2014年我玩到這遊戲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尤其它是兩個人 然後當時 當時又很風行 所謂的 怎麼失焦了 當時牌組建構遊戲這類型 又很風行 又很風 所以還蠻多這類型的遊戲出現 但是它通常 互動性做得不是 有些的互動性做得不是很好 因為就是主要做自己的 像這樣非常針對對方的相對很少 那它是兩個遊戲 它做得很經典 所以那時候我蠻喜歡的 可是英文就很累 因為玩起來很苦手 後來出了中文版 可是已經過了這種遊戲的熱潮 所以我就沒有很去追 那後來在前年的桌遊展 前年那個天鵝堡的新倉 我就有看到 然後我一直很猶豫 我又不要買 後來想想就算了 可是因為去年的 去年的愛樂士 去年愛樂士在冬季有推一個特賣會 在三重 那我想說我沒事 我就是晃一下 那剛好遇到 我朋友要我帶買遊戲 然後就跟這個遊戲一起 然後馬上那時候買四款遊戲 等過一千塊 那等於一款就兩百五 我想說好 那我就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 一直到現在才來開箱 就一直沒有玩 對,可是我到現在來開箱 但是說實在我個人很喜歡這個遊戲 對 好啦 今天的介紹總共就到這邊啊 那就這樣子 感謝各位 如果你喜歡 如果你喜歡 牌組建國遊戲 你喜歡兩個人彼此的對意 你喜歡星際主題 那真的要參考一下這款 真的要參考一下這款 星域奇航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那如果你不想賣 那而且你有一定的英文能力 那我十分推薦你 先玩它的APP 它的APP是免費的 所以先去玩它的APP 真的很值得一玩 玩了一兩場 你覺得真的夠了 你甚至在去買 現在它的價格都不貴 應該一款 特賣會常常就是兩百五拿到啦 那這遊戲我記得原價好像五百塊吧 就幾乎快五折的價格 對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ok 那就這樣子啦 呃 感謝各位 歷來 我們的開箱系列都會很短 甚至有時候我根本不講規則 只是因為這款遊戲 它很小 而且我覺得規則 我覺得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這邊簡單講給大家聽 好啦 那這樣 再次感謝各位 如果你喜歡我的實況 如果你喜歡我的系列 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妨到YT幫我按讚訂閱 那Twitch那邊可以搜尋遊戲時光機 可以找到我的Twitch直播 那可以幫我按個追隨 嗯 理論上 開台的時間 平日都是早上 週末 六日兩天 才有機會 在下午跟晚上 對 那實際什麼時間開台 可以看FB的公告 或者是FB的自頂留言 會有基本上開台的時間 那這樣呢 再次感謝各位的聆聽 收看 遊戲時光機 我是蛇晃魯冰宇 我們 下次再見 掰掰